最近基金会主战的SCP-5000竞赛刚结束 最后决定出来的SCP-5000是在讲述一个基金会决定消灭全人类的故事 而一位特外站点的幸存员工则要调查事件发生的原因 因为是这样的主题 理所当然的里面提到了非常多的SCP 这期影片就先来简单介绍SCP-5000里提到的全部SCP SCP-096是一个约2.38公尺高的人型生物 几乎没有肌肉 有不成比例的手臂 长约1.5公尺 大部分皮肤不含色素 体表没有毛发 SCP-096一般没有攻击性 但是当有人看到SCP-096的脸时 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 SCP-096会用手蒙住脸 开始尖叫用高速冲向那个人 任何已知的材料和方法都无法阻止SCP-096前进 SCP-096一到达受害者所在地 就会杀死并 受害者 百分之百的案例中 受害者完全不剩一点痕迹 接下来SCP-096会坐几分钟 然后恢复镇静 再次变得温巡 SCP-096是一个巨大的海洋截肢动物 是水手之间代代口头相传的立尾潭 它的身体长度在2000公里到8000公里之间 它可能从前函5期就已经存在 其他对SCP-096的习性也几乎一无所知 比如生殖能力、食物来源和株潮区域 SCP-096移动很慢 每周不超过一公里 移动方式目前未知 SCP-096所在的群岛 每三个月发生一次地震 造成群岛地形的轻微变化 似乎是SCP-096的呼吸造成 目前推测SCP-096在休眠中 SCP-062是一个小银手铃 4公分高、周长2公分 当这个手铃被摇动时 一位自称Mr.Diz的管家就会出现 Mr.Diz会满足摇动手铃的人提出的所有请求 虽然无法制造非常复杂的物体 像跑车、豪宅或私人飞机 不过它可以制造较小、复杂程度较低的物品 比如火腿三明治、一杯冰茶、鱼子酱或金砖 Mr.Diz也会执行普遗室的任务 例如清洗车辆、准备食物、清洗浴室等 简单的刺杀等任务也能完成 NCP-610是一个传染性的皮肤病 初期症状包括皮疹、发痒以及皮肤敏感 接着胸部和手臂区域开始出现类似巴痕组织的污点 并在一小时后过散到腿部和背部 在五小时内彻底覆盖受害者 扑虑于高温下可以降低蔓延和传播时间 最快可以在五分钟内发生 彻底感染后 受害者的生命机能会停止约三分钟 在这之后他们会重洗 重洗后他们的行动速度比普通人类快二到三倍 感染体会变得畸形 长出额外肢体 并会试图感染任何周围的人 ASCP-682是一个体型巨大 起源未知的爬行类生物 它有极高的智慧 并厌恶素的生命 它具有极高的力量、速度和反应能力 ASCP-682身体的生长和改变非常快 透过进食或褪皮 ASCP-682能够使体型增大或减小 ASCP-682可以从摄取的任何物质中获得能量 ASCP-682的再生能力和适应能力非常惊人 在87%的身体被毁或腐烂的情况下 原来可以交流和移动 ASCP-1370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工制品 用各种电子设备和工具制成 站立时约一公尺高 虽然没有任何电源或马达 但能活动与发出声音 ASCP-1330可以流利地使用英语、法语和拉丁语 并有能力学习新的语言 它对任何它认为拥有智力的人或物体 一直抱有敌意 这包括但不限于动物、基金会员员、平民、声音视觉设备和安保监视器 ASCP-1048是一个33公分高的泰迪熊 有能力移动 并且透过一些手势进行交流 它会以可爱的动作来对人表示有爱 ASCP-1048有能力使用各种材料来制造自己的粗糙复制品 它以可爱的特性来营造一种虚假的安全氛围 并借此收集材料来制造它的创造物 这些创造物都对人类表现出了极端的暴力 并才导致大量的人员伤亡 ASCP-1290是一对传送装置 两个ASCP-1290的组件分别位于地球的完全相反面 其中ASCP-1290-1位于哥伦比亚的 而ASCP-1290-2位于新加坡的 物品被放置在ASCP-1290-1的平台上并启动后 物品会瞬间传送到ASCP-1290-2的平台上 但是传送过去的物体会保持原本地球自转的速度 一个禁止物体进入ASCP-1290-1后 它会颠倒地在ASCP-1290-2上出现 并以每秒930公尺的速度朝东飞去 ASCP-1440是一个种族和年龄未知的男性 外表大约80到90岁之间 但在被发现后的50年来 完全没有衰老的迹象 ASCP-1440的异常效应 在它与人类或原造物接触 并保持接触数天之后开始出现 原造物体会开始损毁 并造成人员伤亡 健康人类的器官衰竭 这些破坏性事件不断增长 直到周围人类要素毁灭或死亡 ASCP-1678是一个与伦敦完全成镜像的复制物 位于伦敦地下正好一公里处 ASCP-1678被认为是为了庇护那些 在世界末日存活塞的人类而建造的 ASCP-1678内有被称为 ASCP-1678之类的尸体 这些尸体都是由人类尸体造成 在颈部、腕部、膝盖和肘部 进行了粗糙的肢解后 以工业脚链和螺丝钉重新安装而成 头部包裹在绷带中 他们都穿着维多利亚时代的颈服 并且对基金会人员抱有很大的敌意 在基金会人员进入他们视野之后 他们会以武器进行攻击 ASCP-2200由三部分互相关联的异常现象构成 ASCP-2200-1是一把散发着蓝光的剑 ASCP-2200-1会与一个人类 ASCP-2200-2结合 结合后 ASCP-2200-2会开始尽可能使用 ASCP-2200-1杀死他人 ASCP-2200-3是一个位于 的区域 面积为50平方公里 当有人被ASCP-2200-1杀死 一个外形与此人相似的液态银个体 ASCP-2200-4会出现在这个区域中 虽然其身体是有银构成 ASCP-2200-4个体完全自主可动 且能发声说话 ASCP-2200-4与模仿的受害者 有着相同的人和和记忆 ASCP-2200-1是一个7岁的男童 具有现实扭曲能力 一开始只具有操纵可见范围6公尺之内物体的能力 他相信基因会是一个超级英雄组织 基因会给予他情绪刺激与压力 促进他能力成长 ASCP-2200-1能力成长后 能承送物体与自身 预测几秒之后的未来 在没有视线接触的情况下 移动或形变12公尺以内的物体 自我复制 为了进一步研究ASCP-2400-1 研究员提议将监控晶片放入他脑中 监控晶片也能在他失控时将其杀害 这个提议虽然引起许多道德争议 但最后还是被通过 ASCP-2400-1是一台Samsung Galaxy S5 手机 装为一个被称为 《涂龙旧城市》的文字游戏 内容是玩家对战一支来自 《精灵宝可梦》系列的 《Mega喷火龙X》 玩家会随即得到一支宝可梦 并随即学得四个技能 游戏中 《Mega喷火龙X》使用的每个技能 会强迫加州10到12名随即居民 做出对应举动 《Mega喷火龙X》可使用的技能 包括龙之舞 闪焰冲锋 龙爪和雨漆 龙之舞 受害者聚集在公共场所一起跳舞 并唱英语版的《精灵宝可梦》动画主题曲 雨漆 受害者搬爬到附近的树上 睡眠3到4小时 闪焰冲锋 受害者使自己身体着火 最后向附近的人跑步冲撞 龙爪 受害者取得爪子 并以其攻击附近的人 某些受害者会使用符石或动物的爪 或是在手指上细上尖锐物 但大部分情况下 受害者会对手指进行自残 使骨骼形成尖头 被如此改造的手指 往往会表现出超乎预期的攻击效果 AICP 2639是一个能在现实世界显现的 1000立方公尺游戏空间 有一台被改造过的电脑运行 三位青年受困在游戏中 配备强大的武器与防具 并且有超人类的速度 力量 耐受力与伤害抵抗力 不会感到疼痛或不适 当死亡时 也会像在游戏中死亡时复活 他们在不知道自己受困的情况下 杀害上千人 得知事实后 他们停止游戏 在一次受容失效中 他们帮助基金会解除危机 最后与基金会合作成为激动特遣队 Omega9 洗刷者 被用来处理暴力性敌对性异常的受容突破事件 但他们拒绝杀害人类 ISCP-3078是能自我复制的认知危害数位图片 当人类观看ISCP-3078个体 受害者会产生持续时间无限的强烈发酵冲动 受害者在此期间不能吸气 所有案例中受影响对象都因窒息身亡 在死亡后 其面部肌肉会保持微笑表情 其肺部也会继续活动 如同再将气体快速排出 ISCP-3179是一个液态金属生物 可以改变大小 能够自行增值扩张 改变自身形态 创造小一号的自主实体 这些实体被称为ISCP-3179之一 ISCP-3179之一 虽然大幅缺失ISCP-3179的外形改变与扩张能力 但在与ISCP-3179分离后 不会如同从其上切下的其他部分般失去活性 ISCP-3179之一各具特点 已满足多种不同目的 大部分围绕着突破对ISCP-3179的收容 ISCP-3179之一 全部会遵守ISCP-3179赋予他们的初始目的 与完全为金属实体的ISCP-3179不同 ISCP-3179之一可以模拟有机体的外观 ISCP-3179具有高度智慧 能够变换和改进战术 它对人类的生命充满敌意 过目不关心 这导致其在尝试突破收容的过程中 造成了大量的破坏和人员伤亡 ISCP-3179自称是破碎之神 ISCP-3199是一种奇容未知的 有感知能力的类人生物 组织样本显示了基和黑猩猩的DNA痕迹 ISCP-3199个体没有毛 身体表面有一层白蛋白 顺高平均2.9公尺 ISCP-3199会攻击距离幼年个体 半径0.6公里内的生物 一旦与人类或动物接触 ISCP-3199将进行 异化内脏和骨骼结构 尸体会被运送到幼年个体那里 以提供幼年个体营养 ISCP-3199个体能产生灰白色 橡胶外观的巨软 去填补可用空间 目前不知道极限 软有很高的强度 几乎无法被破坏 且所有ISCP-3199个体 都会在胃里产生软 保证在任何情况下 至少有一个个体生存 ISCP-4190是一个能导致世界末日的尸体 被称为子 在约一万年前被奇数性封印 关于他的记载写着 子向九天抬起十张大口 伸出二十只臂膀 从头上的囊里扯下其带 战士冲向他的腿边 希望在这些星知能动弹前就将其撕下 但从口中喷出了黑暗的洪流和死亡的图像 无人逃脱 现实拖着战士沿着他的边缘波洞 黑暗碾压他们的头颅爆出声红 死串袭者 托起酷骨的手指穿过死者和周围的大地 纸收回 火焰爆出 然后熄灭 蜡雨降下 然后溶解 然后岛屿 战士 所有剩下的森林都融成了一片黑暗 只喝了时间 全市惊战 在SCP-4290的封印破坏时 基金会在封印地聚集部队准备应战 却发现SCP-4290一在9000年前 因阴阳不良死亡 SCP-914是一个重达树盾 占地18平方公尺的巨型发条装置 具有输入输出两个隔间 中间有个旋钮 具有五个刻度 粗加工 半粗加工 1比1 精加工 超精加工 将东西放入输入隔间后 SCP-914会输出材质相同的其他物品 随着刻度的提高 完成品也越精致 而超精加工生产出来的产品 通常都带有异常性质 SCP-008是一种复杂的普利洋蛋白 具有100%的传染性和致命性 通过感染者的黏膜和缩提液进行传播 被感染者会在20小时内死亡 死亡后仍然能活动 并且会尝试攻击 射食活人 就像丧失一样 SCP-4666是一个寿命极长的人性尸体 外形是一个身材极高 20到2.3公尺间的老年欧洲男性 外貌极度瘦弱 总是全身裸体 能瞬间的前往北纬40度以北的任何地点 甚至有可能还包括地球上任何地点 SCP-4666只在圣诞节前扣行动 它会选定一家人 并有两种可能的行动模式 第一种也是最常见的情况 是SCP-4666折磨杀死家中的全部成员 剩下一名8岁以下的儿童被其劫走 第二种情形只占约15% 此时SCP-4666不会伤害这家人 早上儿童会在床角发现礼物 是由人类儿童失骇制成的土糙玩具 这些被劫走的小孩在胁迫与虐待下的制作玩具 若无法制作玩具 就会变成玩具的材料 SCP-9666-1是一块周长约15公分的护身符 由白金所制 上面有13颗钻石 环绕着一块软型红宝石 由Jack Bright博士研究 Bright博士因一次受用突破事件死亡时 正好手握SCP-9666-1 之后任何类人员芽木动物 与SCP-9666-1直接接触时 意识会被抹消 而Bright博士的意识会从SCP-9666-1投射到对象身上 如果对象和SCP-9666-1接触达30天 它们的大脑功能会成为上一个Bright博士的复制品 SCP-1437是一个3乘3公尺的无底洞 位于沙漠 SCP-1437是一个通宏卫视数量的平行宇宙的入口 物品似乎会定期以高速从SCP-1437内出现 在2020年期间 许多个体大部分穿着的低级人员制服 从SCP-1437中出现 在出现时全部都已死亡 所有出现的个体都带着文件 文件似乎是它们所在宇宙 针对SCP-1437所写的文件 平行宇宙的基金会送出这些文件 以展现一种渴望合作的姿态 前面的SCP介绍都是按照它们在SCP-5000中出现的顺序 但是有4个SCP比较特别 所以放在最后一起讲 SCP-3936是特外站点01 是利用扩大版的斯克兰顿和技术建造的基金会站点 能免疫现实重构 SCP-3936独立运作 通过监控设备监测外部世界 并将讯息备份到SCP-3936的电子资料库内 驻守SCP-3936的人员会在每月第一天进行信号广播 让基金会得以确认站点仍然存在 SCP-2000是一个处于皇室国家公园地下的基金会设施 用途是在世界末日不能被及时阻止的情况下重建文明 以防止人类轴向灭绝或近乎灭绝 内部有借第二产生的无限能源 水净化设施 空气净化与循环系统 50万台人类复制器 能每天生产出10万名能生长发育的无异常人类 推进到任何年龄并植入记忆 SCP-2000能使世界在20到25年内重建 之后基金会会释放记忆删除药剂 抹去全体赛神人类对基金会的记忆 从设立开始 SCP-2000已经被启动了至少两次 SCP-055和SCP-579算是基金会最神秘的两个SCP SCP-055具有很强的逆模因特性 所有有关它的资料都无法被记住 只知道它不是原的 SCP-579的文档充满了大量的删除 连描述都被完全删除 只知道它被以非常严密的规格收容 并发生过许多次收容失效 这两个SCP第一次被同时提到的是在 SCP-001 Roger的提案 描述基金会将两个不同的SCP互相收容 以无效它们的异常效果 SCP-579和SCP-055被用来收容彼此 对此的描述只有一句话 远准打不进方洞 那当远准打进方洞时会发生什么呢 SCP-2998描述了地球被外星人入侵 外星人以电波控制人类 并击败基金会 基金会被改名为真正基金会 而没受电波影响的人成为了SCP 许多危险的SCP 包括SCP-682都被外星人消灭 最后参与的基金会人员 将SCP-579和SCP-055结合 远准打进方洞中 造成了宇宙重置 使时间会到入侵发生前 以上就是在SCP-500中提到的所有SCP 因为数量非常多 所以真的是非常简短的介绍 下部影片就要来讲这个基金会毁灭世界的故事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你喜欢这些影片 记得帮我一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会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为SCP的主题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